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参真的都是坏人 今天还是就跟你说说文参的故事 一般来说呢 这个文参在中国其实是典型的一种亚洲发 它呢不像是欧美那样属于一种个人爱好 没有那么严重的标签化 在中国古代呢 顿发文参它其实是一种蛮移的象征 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 因为渔猎为生 需要对野兽 敌人 大海 大江大河 这些凶悍的东西有所震慑才产生的文参 文参的原始意义呢 就是把图腾放在身上当作孤身符 而且严格意义上来讲 文参的文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文化的文字 中国早期呢 就有好多这个文参灵人 比如呢 月王勾剑 那个时候呢 月果它才属于蛮移 所以呢 月人和敏人还保有这种原始图腾文参的传统 除此之外呢 文参的另外一个原始是什么呢 就是战俘 包括奴隶 一种惩罚性的识别性 这种情况呢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也是一样 奴隶要被穷面与防止逃走 有的甚至把stop me I'm a run away 直接刻在脑门上 但是呢 这些呢 在中国早已经是过去时 中国呢 文参名人最多的都是宋代 宋代啊 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年代 文参呢 既有被阔赐配的像武松 也有像九文龙这样自怨的身上文满了的 还有呢 像这个岳武赐字 明智的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以前的这个莫穷的技术进步了 最早的时候啊 文参呢 是拿刀在身上刻 以前的那种刀也不够方便 所以呢 本身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 是一种惩罚 那么到了宋代 其实已经改变了真刺了 所以称为刺青 大家看《水火传》里面 基本上比较勇猛的人 比如九文龙使劲 浪子艳青 鲁志绅 这些都是一身文参 那这种风气呢 其实不仅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的黑社会的审美 也流传到了日本 比如日本服饰会的名家 隔城国方 把水火传的时候 就特别刻意的 把这个人身上的文身 非常夸张细腻的表现出来 那这种风气呢 在江户时代 特别在日本的五十道浪人里流行 这种文身慢慢的也就成了 民间的服饰会文化的一部分 文身师呢 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手破离这种对于艺术异道的境界的总结 其实就从日本文身这个含地的大师 山口祖的御用文身师三代木雕又锡流传出来的 那么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在日本 文身呢 绝对不是雕虫小鸡 跟前一年中国有一个孟周禅子的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最重要的 日本文身呢 它其实是日本服饰会的一种艺术的一种延续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道的境界 这个也是日本文化特有的 那在西方 作为现代文身的这种传播者 西方在18世纪才知道 见识到文身的艺术魅力 整个太平洋周边 无论是台湾 东南亚 日本 菲律宾 新几内亚 波里尼西亚 萨摩亚 新西兰 一直到印第安 太平洋周边 几乎都是文身民族 这个西方的对于文身的这个单词 Tapu这个词最早记载出现在1771年 随同英国第二个伟大的航海家 詹姆斯·库克船长 奋进号出航的国务学家 叫做约瑟乌·班克斯的航海日记里发现 正是他们呢 在对这个新西兰考察的过程当中呢 第一次在萨摩亚人 新西兰的毛利战士那里看到了文身 文身在萨摩亚语里称之为Tatu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据维吉百科说呀 这个库克的家乡 那边库克里的名字本身 就是文身的人的意思 所以呢 文身慢慢的就变成了 天天在海上航行 无所事事的水手们 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标志 这个西方水手们 从各地的土著那里 收集各种各样的文身 然后闻在身上 然后回到国就迅速风靡了 全世界的文身 基本上都能够在 那个时代的水手身上找到 如果哪个水手身上 没有奇怪的异域文身 说明什么 说明它去的地方少 还是一个出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次接着聊